我们现在来思想 我们上次没有讲完的 看你的母亲这份记载 那么我们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耶稣说看你的母亲 在原文的字根里面是这样 妇人看你的妇人看你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 为什么耶稣要说这些的话 其实我们现在也会听到一些的话语说 我是谁的爱 尤其中国大陆现在不断地在拍这种短片 YouTube的短片 它就不断地呈现 我要找妈妈 我要找爸爸 我要找谁 不断地出现这样的一个例子 那么谁是我的母亲 那么来看一段影片 母亲的爱 母亲的爱 刚才这位妈妈 过远的千里 来到城里面看看她 小孩子是不懂事 鸡还没出售 鱼带有鱼翅在上面 鱼翅在上面 她说这怎么过活 可是做妈妈的她总是觉得 我是敬礼 我是敬礼 付出 付出这一切 真的 我们在很多的时候 我看过有一些报道 有一个孩子在晚上一直哭闹 一直哭闹 她实在是没办法 十一点多的时候打电话给她的妈妈说 妈妈说该怎么办呢 她住在桃园 妈妈住在台北 她说好 我马上到 我马上到 果然过得不久 妈妈摸索着 不知道用什么照片工具 我刚是她来到了家里面 我们也看见电视上报道 对 因为孩子在南美中生长 所以带了很多的重药 通过海关的时候 从处处收到调门 甚至把她当作是 毒品贩 要来出自她 我们看见了 母亲 她总是尽力 总是尽她所有的 去付出 去关怀 但我们真的知道 在我们每一个的生命里面 我们不单单只知道说 你们做儿女的当孝敬父母 孝敬父母 有很多种方法 有人孝敬父母 这是买最贵重的礼物 有人就是请她吃大餐 可是这个大餐吃完了以后 我们又做什么呢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想 当然这是上个礼拜 我所讲的 上上个礼拜所讲的 我们先来看看 再回忆一下 上上个礼拜所提到的 你们做儿女的 应该要知道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提到的是 你们做儿女的 要知道妈妈的信心 知道妈妈的信心 但是我把它范围缩小 在圣经里面我们来看 妈妈的信心 你看到玛利亚 帮她未婚怀孕 但是天使圣灵提醒她 这是圣灵所感应的 所以妈妈信任 当她孩子成长到12岁的时候 她走私了 在圣殿里走私了 她妈妈回来 当耶稣出来开始工作的时候 你可以看见 这个做妈妈的 在参加一个婚宴里面 他们说没有酒了 怎么办 她妈妈也没有婚 我开始做 她妈妈说 她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她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我们感觉到这个做妈妈的那种 信任 相信她的孩子 今天家庭出问题 家庭有一些的难度 就是觉得妈妈不相信我 对不对 妈妈不相信我 我有我自己的路 我有我自己的方式 有的时候 我们常说 不听到来念 是非在眼前 我们也常常把它改变 不听妈妈的话 那是非随时会在我们周遭 来发生 所以第一个 妈妈的信任 第二个是 妈妈的信托 信托 交在神的面前 当哈娜 在神的面前 苦苦的哀求 上帝要给我一个孩子 因为其他人在挖谷 其他人在仿素 所以她不断的祈求 祈求到那个先知 是说以为说 嘿 你要喝醉 喝酒 不要在圣殿里喝到我 我说我不是醉酒啊 她是在神的面前的 祷告 共看到了她 情词过去 她仍仰望 上帝给了她的孩子 她曾经说 上帝 如果你给我这个孩子 我在她满月的时候 就把她送到圣殿去学习 如何侍奉 她说了这句话 她就真的是造成这样的话 将她交托在神里 她信托在神里 求主让我们了解 一个做妈妈的 她愿意这个孩子一生一世 是走在正道上 没有一个妈妈希望她的孩子 是偏离了葛道 是偏离神 在外面流淌 所以做妈妈的 她的信号 还有 你们也可以看到 第三种妈妈 是妈妈的信号 妈妈的信号 这是 是谈到新约 圣经挺我爱的 妈妈有尼姬 那尼姬 她知道这些是从哪来 是从她的祖母 从祖母一直一代一代一代的传递下来 今天我也看见 也有很多的家庭 是从上上一代 甚至我已经看到 也有的家庭 有第四代出现 所以我们看到 他们是不断的在传承 耶稣的爱 不断的传承 你们要走在神的正道上 诚如圣灵所说 这是正路 你们要行在其中 所以 我们要知道 妈妈的信性 她信任 她信托 她信号 那第二件事情 我们要知道 妈妈的哀伤 你说妈妈的哀伤 那一定是什么 欠贵欠了 或者是什么 不是 是妈妈的心痛 你不看到 在十字架前面 玛利亚 看着耶稣 被钉在十字架上 她知道 那个血在那边盯着 她知道 那个钉子在她的手上 是那么的疼痛 她在无能为力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到 她的心是几乎到一个破碎 其实她从开始的人 她就知道 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的成长 就是要走这条道 但主帮助我们 妈妈 常常为我们挂脸 常常为我们担心 可能早上出门 一直担心到我们 进门为止 那这中间的过程 我们可能在外面是快乐 我们可能在外面 做了很多的事项 就是妈妈在家里 就是挂脸 挂脸 挂脸 所以我们要去思想 妈妈的心痛 或者说妈妈的爱上 那一层外面 那个妇女 她那个寡妇 大家已经知道 没有希望 她知道她这个绝望 我是寡妇 寡妇没有孩子 那这个孩子又死了 怎么办 所以她心情还游走 可是耶稣看见这些 耶稣来到台杠的人 我们都很平安 耶稣跟他们一起来 神给你还一个 又生又活的孩子 复活的孩子 你说上帝啊 你为什么不在现今的时代 也让我去经历 这样的一个复活的这些事迹 也许我们会问上帝 这样的问题 可是我们看见了 当耶稣说 看你的母亲 母亲看你的儿子的时候 我们就要思想到 也许我们失去了一个孩子 但是我们可能增加了五六十大孩子 你懂这意思吧 我们可能在神的面前 我们经历到上帝给我们看见 我们可以一起爱心的复活 你可以在很多的孤儿院 养孤儿养孤儿院里面 你可以看到她 她们是愿意这样的来复活 这样的来摆上 所以让主亲自的来安慰 这些忧伤的妈妈 爸爸 让我们知道 上帝在我们的心里 有另外一层心 也许她洗了地上的老母 她把她经走 她说 在神的面前 我们要看见 上帝给我们看见 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 需要的人去关心的这些孩子 这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个 我们提到的是伊利亚 伊利亚前面的这个父母 她为伊利亚盖了一个房子 让伊利亚在我们可以休息 但是这个孩子在神的面前 他们也很高兴 有一天这个孩子突然间就走了 突然间就走了 培亚开牧师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培亚开牧师 培亚开牧师她的女儿 出生的时候 医生就说 你去预备后事吧 他真的去买了台东东北大学的一块地 东北大学对面的一块地 那买了这杯地 他就准备要去安装 可是善意行喜事 让这个孩子成长 虽然他的手臂并没有长得完全 虽然他的脚有一点外八字的这样子一种情况 可是这个孩子很快乐 这个孩子一起在 在我们神学院读书的时候 他一起跟我 他说我也要买 我也要飞车子 我也要做什么 他可以掉搬杠什么 在学校里面 得了很多很多的加入 可是在他十二岁的时候 应该不然是十一岁多 就突然间把他借购 他这样子 一时之间 我们也不知道该讲什么话 我们大家从各个地方 起摩托车上山 我们要去安慰白云师父 白云师父 我们真的说得出话 我们是不知道该讲什么吧 可是我们只听到三个字 感谢主 感谢主 他们不断地感谢主 所以感谢主 将爸爸障在哪里 障在中国大陆的西藏 将小孩障在台湾的台中 将太太障在美国 所以如果三丹是一扫目来看 他要从美国要跑到中国 跑到很多地方 可是我们看见 白云师他警察所闻 所以最近应该有一本书会出现 这本书就是讲到白云师的一生 是在他的生命当中 什么样的来传道 什么样的来付出 在神的面前 这是由香港基道所出版的一本书 是谈到白云师 他里面有很多珍贵的照片 他怎么样一个人单独的 从中国西藏里面去到美国 他走出来 走到香港 然后去到美国去读书 等等这些的事情 让主让我们了解 妈妈也是这样的来看 所以当这个孩子死了 可是一定要说我们来为她 是 那这个孩子复活 感谢这个 第四个我们看到的是 所罗门王的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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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知道这个妇人 这是一个出生的孩子 正 死了我不要 我要死了 她是我的 她是我的 两边两边争来争去 所罗门王说 好吧 拿个大刀来 我将来砍生两半 一人一半 一人一半 其中一个妇女说 好啊 就这样做 我得一半 可是另外一个妇女说 不行不行 这样一做她就没有生命了 请问 你聪明的你 你也知道 这是哪一个人是她的妈妈 让主 让我们了解 做妈妈的 她是这样的来 照顾人来看 但是妈妈常会辛劳 常会在心里面去哀伤 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你知道你妈妈的哀伤吗 你知道你妈妈的难过吗 也跟你说 她太知道 或者是如何 可是你是不是真的 在你的心里面了解 妈妈到底在难过什么 帮助 在我们的心中 来对我们说话 第三 我们谈到的是 知道妈妈的烦恼 烦恼 烦恼的事情 可够了天底下 柴米油盐酱素茶 每一天到大 每一天要问学生说 你要吃什么 吃到路上 我说我去外面吃 去外面吃 那又要吃什么 那我们要去吃什么 我们要往哪个方向走 太多烦恼的思想 你总不能天天卖当劳了 总不能天天就干一个四天 所以那主真的了解我 你看 乙嫂的 爸爸妈妈 被乙嫂的婚 实在是 吃虑烦恼 她真的是烦恼 不知道该如何 是好 还有下甲 下甲的 被亚伯拉安 亚伯拉安 赶出来以后 她太太也是 一批带了谁 几个病 她们就往旷远地走 好 水很快就喝完了 饼也吃完了 那她正在难过的时候 她就只好把孩子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走 一段距离坐在那边 抱着很痛苦 妈妈 心灵烦恼 这个孩子 该怎么办 该怎么教育她 上帝 对她说话 不要 不要这样 你没有难过 我会带领她 我会祝福她 我会让她成为大的 你不用担心 不用烦恼 你只要向后看 她会很遗憾 背后谁紧在哪里 神早有预备 我们今天常常在水井前面 向着前面 我口渴 我口渴 她说我后面有一口井 这口井是上帝的井 上帝给我们预备 这个井在我们面前 所以我们要知道 妈妈的烦恼 还有一件事情 我们也必须要知道 第四个 知道妈妈的教导 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念哪些青节 真念 三十章七到九节 如果你忘记了 你可以翻开真念 三十章七到九节 那里告诉了我们 阿布尔 他说 上帝啊 在我还活着的时候 不要不让我知道 不要不得得到这些 就是让你不要太 撬 请不要去偷取枪 那不好 但是上帝啊 也不要让我太负 负得忘记了 这是上帝给我 让我忘记了 让我感到一个知足的心 这就是一种妈妈的教导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 雅库尔 他是这么样的认真 在神的面前 祈求的样子 我们做妈妈的 当然不是只有做妈妈 做爸爸的也是一样 为我们的孩子 有泰克阿瑟的位置 祈祷了 哇 里面是什么说的 我都说 你就是这样祝福 可是我们自己 为这些事 我们是怎么样的 来祷告 怎么样的阳光 也许孩子 为公私的工作 在麻木着 你在家里面 担着 可是 你有没有为你的孩子 来祷告 所以母亲 有一个很特别的责任 这个责任就是 为孩子来祷告 当然 有一位宣教师 他的责任是 在算中 他有十九个孩子 十九个孩子 他每一天就是 为这些孩子来祷告 一个孩子一个小时 大概一天就过去了 十九时候 可是这让我们真的知道 我们今天的责任 是为孩子来祈祷 来祝福 这是上上个礼拜 我们所谈到的 关于这些人 我们提到了 要知道 母亲的信心 母亲的心痛 还有母亲的烦恼 以及母亲的教导 所以你们做了恩女的 该知道如何的 底下有两节情节 一个是歌罗细书 三章二节 还有这句话说 六章一到三节 还透过 你们做了恩女的 应该是这样做 还有我们也许说 反正在中国人 我们都知道这些事情 问题是出在这里 我们知道 但是我们并没有认真地去做 认真地去执行 这些事项 这些事项 你看 应该是这个月吧 还是三个月 一百月 或是 大家在去年十一月 大家 辛辛苦苦的 排队 排了三四个投票 我们所做出来的结论 现在他们都这样 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 所以他们就是 他就灰色这个法子 所以 给我们很大的困难 如果今天一个同性的人 来说牧师 我们要在这边去寻找你 你想牧师会答应吗? 不答应 当然是不答应 可是 可是他会告你 他会派起他来砸你麻烦 你们就这样 所以这就变成是说 往后会 不断不断地发生的问题 我们对于同性 我们大家会 关心他们 会爱他 会了解 可是 如果他做到这样的一种 超越了上帝的旨意 真的 真的有的时候 是很难去理解的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也许有这些的困难 但是我们就交托在神里 让主人亲自的来 引导拜能力 好 那我们就来看今天的 今天我们接下来要谈 就是这些的妈妈 她们是怎么样的走过 她们的爱上 她们是怎么走过她们的烦恼 她们是怎么样的 在教导孩子 我们来看这当中的一些思想 好 我们来看第二大象 母亲如何胜过 这些的母亲如何胜过 好 那我们来看第一个 是仰望胜福的妈妈 仰望胜福的妈妈 我们看到了这些的妈妈 她们在她们的教导里面 她们知道我所教导的 就修了自己化 是仰望我们的神 仰望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会教导我们 让我们来读几段圣经 请先打开提摩太后福 第一章 保罗说第三节 他说 我感谢神 就是我接去祖先 用清洁的良心 所侍奉的神 祈祷的时候 不足的想念你 好 那保罗到底在想念先 什么事项呢 我们仰来读 第四节第五节 请纪念你的眼泪 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 好叫我满心里的 想到你心里无为之幸 这性是现在你外出母 所以和你母亲有提及心里的 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 阿罗跟提摩太的关系 我们可以说他们算是父子之间的 这种关系 当然不是真的父子 而是羊子之间的 互相交往的这种情况 他说我为你们祷告 他祷告那个地步是为你们 默切了流泪 好了 昼夜的想要见你 他叫我满心快 真的他在神的那边 他明白这些事情 所以他想到这些 他就想到他的主母 外主母 罗尹 还有他母亲 有名字 他们从小到大 在他们的生命里面 来交道 第六节说 为此我提醒你 使你将神借我暗所所给你的恩赐 再如火眺望起来 因为神是给我们 不是胆怯的事 乃是刚强仁爱 谨守的心 我们看见了 当你遇到难题 遇到挫折的时候 你有一个最好的帮助 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来寻求神 圣地是你的依靠 所以这些做妈妈的 他知道 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来仰望 来寻求神 所以赞经文台后书 告诉我们 这个有名字 他是做教导 圣经上说 教养孩童 使他走张继之道 就是到了他一部片里 他要教导他 有人曾经这样讲 在一块砖块 你要在上面雕刻一些花纹 你必须趁着什么时候 来把它雕刻在上面 你必须趁这块砖块 在材料还没有硬化之前 你要把它雕好 然后送进瑶女园 让他烧开好 当这些事像 他在瑶女园烧好 变得硬的时候 对不起 你没有办法在砖块上面 再去钓鱼 所以 你必须知道 从小就要教导 今天做妈妈的 有一个责任 从孩子的出生到长大 你必须不断地来教导 孩子有调底的时候 孩子有他坚持的时候 孩子也有 就是放生痛哭 所以没有痛苦在哪里 哭啊 不管别人 不管什么 不管是不是 是不是在车厢里面 他就是哭 你不答应我就是哭 但是做妈妈的 必须坚持 在教导的道理上面 让他知道 你现在是这样的 有一点是这样的 无理取道 可是在这种 无理取道的当中 你还是必须要遵行的 妈妈给你的教导 所以做妈妈的 他胜了这些时候 他是重教导 那另外呢 看到第二个人 是哈拿 哈拿 在神的面前 苦苦的哀求神 我赐给他一个孩子 所以孩子成长了 以后我一定把他教给你 也许有人会告诉他 哈拿 不要这样 你让个孩子至少 跟着你吧 五六年 十年 十年以后 等到他上高中 再给神吧 他说不 我就是要他这样 再醒在神的面前 让主 让我们了解 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 我们是不是用这种心 在神的面前说 上帝啊 我说了 我们照着我说 说了 信奉这些东西 哈拿 不但为他的海 带到神的面前 还带到神的面前 还为他做了衣服 为他准备了吃了餐 送到神的面前 这个孩子的成长 有一天 听到上帝呼喊 沙漠了 沙漠了 刚才发到一面前 是你叫我 他说过我们叫你 回去吧 再叫 然后第二次又听到 孩子回去 这一三次 这个仙子一历说 是不是上帝在叫你啊 我们看见了 上帝很顺悟 因为他的妈妈是这样的教导 他知道他必须顺悟 让主真的也在我们的心里面 让我们了解 我们今天在阿朗多德上 我们是不是在顺悟 第三个 我们提到的就是玛利亚 玛利亚 他怎么样 知道耶稣要走 是指标的 你想这种妈妈的 应该是怎么办 我想 可能 买一张卡票 或者是买一张紙票 然后是网约 对不对 我可能会想进办 也可能会在想 不能买机票 那我就想去 想去偷偷的路线 看谁他们能走 可是玛利亚说 我里面是福生 他舍 他舍 他愿意舍 所以他在很多的事情上面 他了解 他在他的这种 舍不操练上面 他舍不舍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也是这样的 让我们来看 那我们必须去教导孩子 能行在生命里面 第二种 来看看 这些的妈妈 插在丑骨的当中 她们是怎么样 她们是 仰望神 我们曾经提过 南因城 城内城外 两副场景 一副是 耶稣带着我们 浩浩荡荡荡的进城去 而出城是 忽忽敌的 带着一个寡妇的孩子 出到城外去埋葬 这两个各有在城外交捷的 当他们碰到的时候 耶稣动了事情 耶稣上去按着档 顶住了这些 所以我们看见了 南因城外 在她的心里面 她们仰望神 仰望神 那你也看到了 在《列王记》下 第四章节 书念了父母 孩子过世了 在那一上半时间 她真的是难过 连以利亚 都有一点点怀疑自己 她说 是不是 我住在这里 所以造成了她的家庭 这些分身 求主让我们了解 今天我们需要 仰望神 在神的面前 这是上帝 所要带给我们的 好 我们讲了那么多 好的妈妈的事 但是我们也来谈一谈 在圣经里面 也提到了 坏 坏 坏 可是再怎么坏 妈妈 她终究会爱她的孩子 对不对 今天很多 很多的社会新闻 你们也可以看到 她来做 做妈妈做 不要 拜托不要 她明明知道她那个 做错了 可是她知道她这样做 好 你可以看到 叫西比泰的妈妈 西比泰的妈妈做成 是这样 来到耶稣的地方 上帝啊 如果你德国降临的时候 让我的孩子 在你的腰部 你知道耶稣是最高 然后让她在南边上 让她能够来发奉私钉 或者让她能够想 挑选 求主 真的蛮多 柏胡筋 柏胡筋以前是电竞局的副处长 那 她平常 她起初是在报导 后来又调到电话部 电话部印刷的时候 为了这个印刷 她还去设 设产在桃园 设产 然后到日本去买 机器去买 那机器 机器的潜功能很贵 所以她就自己摸索 去做这些 为了这个事情 她还可能得了一些的将好 那 我估计 好像看起来的意味是 越来越好 越来越高 可是啊 她的朋友就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为什么 因为 她 有一个原则 来拜托我 求给一个工作 求给一个職人 对她来讲很简单 签一下 逼一下就过去了 按她就可以得到 她说 不行 不行 就是不行 所以 我们就得罪了一些的朋友 甚至一些的亲戚 她们会觉得这个人 头脑里面 到底在想自己 隔壁过 零外 是不坏的 所以她们就觉得 这个是很烦的 可是 我们看到 戏比太阳 她就是 她生命一方圆 还有 你有地位的时候 不要忘了 我的孩子 让她在高中 其他的孩子 你像 一个说 她说 让她坐在左边 那右边怎么办 右边谁坐 那作为的另外一个位置 谁应该坐 有的时候 我们一起看见了 她们不公平 所以我们看见了 西比太的男孩 还有 我们也看见了 这个 这个 西罗底的 这个 母亲 她姓名怀恨 最后 让一个师父的头被看掉 所以 有的时候 怀恨 是属于很重 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圣经上说 凡恨人的 就是 杀人 凡恨人的 就是 杀人 哎 这句话很重 凡恨人的 就是 杀人的 求主在我们的 新闻里面 还对我说 另外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一百家的 欺骗 欺骗手段 嫁老鼻 骗她的母亲 害了 害了孩子 最后一命 所以 真是 坏人的 当然 不要讲太多 坏人 尽量讲 好的 这些坏的妈妈 才是真正的 宗族是处于爱 宗族是处于关系 好 第四个 那我们就回到 正题上 谁是 我的 母亲 谁是 我的 母亲 请看马可福音 第三章 马可福音 第三章 在 新约 第五十页 马可福音 第三章 我们看 第三十 三章 在 三十一节 当下 耶稣的母亲 和弟兄 来 站在外边 打巴尔去 叫她 有许多人 在耶稣周围坐着 他们就告诉她说 看啊 你母亲 和你弟兄 在外边找你 耶稣回她说 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弟兄 这句话是出自真 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弟兄 弟兄姐妹 今天讲这句话 有的照着 好没有人情 好没有人情 为了 你们这样这样 谁是我的母亲 干她的事情 我在这边想到 你来做什么 可是耶稣说 谁是她的母亲 我们从来读 三十四节 三十五节 请 就四面观看 那周围坐着的人 说 看啊 我的母亲 我的弟兄 主要 看啊 我的母亲 我的弟兄 凡 来 凡遵行神旨义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 姐妹 我的母亲 耶稣 很快 你回家 看啊 母亲 看啊 地兄 凡遵行神旨义的 就是我的母亲 我的弟兄 凡 愿意遵行神旨义的 求主 百名 今天 到底是 哪个人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 耶稣在不上 我们当中 耶稣坐在哪个位置 耶稣家人坐在哪个位置 耶稣 也许 就是要坐在我这边 那有时候看啊 你的母亲 那你看到哪个人 你会看到哪个人 我的弟兄 你会看到哪个人 主让我们了解 今天我们不要把他 狭隘的想到 他是我的母亲 有血缘关系 有户口奔迹 有什么书生正名 他才是我的母亲 今天还讲 DNA 去化验 什么 求主让我们了解 耶稣说的 看啊 我的母亲 要广益的来看 要广益的来看 你看看啊 在耶稣的周到 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 三十二节 有许多人 在耶稣周围坐着 有许多人 在耶稣周围坐着 这些人 就是说 他们渴望神的坏 他们渴望神的爱 今天凡是奉主 聚集的 就有神在我们当中 就有神的祝福恩典 在我们当中 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 我们是不是渴望神的坏 凡真心生旨意 就是我的母亲 我的弟兄 我的姐妹 第二 你看到他们自在 是凭信心 来领受 左道话 相信 神这样说 他们照着左道话去洗 跟着一种与主同行 顺从主的意志 这一群人 耶稣到哪里 他们就跟着上来 耶稣说什么 耶稣叫什么 他们就这么样的去做 耶稣告诉那些在婚宴里面 祂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耶稣说你们去担水来 担水来做什么 把石缸倒 等一下 你们搞错 石缸的水咬起来 是咬起来 洗脚了 这个倒在那里 可惜 阿利亚说 祂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如果耶稣告诉你什么 你就做什么 那你就是 你就是耶稣的弟兄 你就是耶稣的姐妹 你就是耶稣的姐妹 让主这样来 对我们的名字说好 让我们在神的面前 来经历 另外看就是 路加笔八诊 第十九节 耶稣的母亲和他弟兄来了 因为人多 不得到他跟前 没有特权 有人跟你特权走后门 或者是什么样的 可是他来到耶稣的面前 他说我们不能来到那边前 所以第二十节 有人告诉他说 你母亲和你弟兄 站在外面要见你 耶稣回答说 好 请 听了神知道 尊行的人 就是我的母亲 我的弟兄 很简单 听了我的话 用以尊行 而能够在神的面前 他就是我的母亲 就是我的弟兄 让主 让主 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 我们是不是超越 这些的思想 我们是不是看见 你的母亲 好不好 你试试看你的右边 右边是谁 你看看你的左边 他是谁 我知道 他是我先生 我当然认识他 可是其右边 你不认识他 他是我谁 我不知道 主帮助我们 如果听了神的道 他愿意遵行 遵行神话 这个人 他就是我的母亲 我的弟兄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 都是称 我妈妈 什么妈妈 或者是在教会里面 把什么弟兄 什么样 这样来称 在神的面前 神祝福 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 然后每一个人正正来 经历这些的思想 所以 我们最后没提到 我们今天要祷告 我们用几些事情去祷告 第一个 我们要求神 使教会所有的母亲 都成为常常祷告 有信心 专心养育孩子 而且顺服丈夫母亲 这是为妈妈 我们要祷告 第二个 我们要祷告 求神 赐给母亲们 更多的耐心 体力 及爱心 让妈妈 能够更多的 这样的一个信力 第三个 祷告 祷告 求神祝母亲们 使他们的儿女 和神喜 健康 是会面对每一天挑战 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 为你的妈妈来关心 或者我们是不是说 你有打个电话给你的妈妈吗 你要去查看你的母亲吗 这就是我们在片头 我们在最前的片头提到的 这个小女孩 她不知道她妈妈的眼睛 几乎看不见 她不知道她妈妈 是每天啃馒头 用馒头在做日子 她不知道这一切 还好 在她母亲还在的时候 她去发现这件事情 今天我们在神那边 不是说你看不见 她们才关心你 不是你天天啃馒头的时候 她才来 你要知道母亲的心 你看不见 她很厉害 都没人 你也不能抓 对 看不见